而网络上面的陷阱跟诱惑现在越来越多 台北市一间明星学校的女高中生 她被人发现为了筹钱买手机 竟然在网站上卖身原胶 而且好几次被嫖客欺骗 根本没有拿到钱 一直到警方发现通报家长之后 才揭发这桩校园丑闻 早上去天使之恋 叙述四个女高中生为了钱 和自己年纪相差十岁的男性发生关系 四个年纪那么美的女生下海捞钱 不手软 这原本应该只出现在偶像剧里的情节 现在竟然在台北市一所明星高中里 真实上演 一期女学生就读台北市某间明星高中 化名小英 警方发现她在爱情公寓网站上 认识交易对象 从高中生研究生到上班族都有 每次交易双方都约在校门口 而且不必会穿制服 女学生为了筹钱选择下海 一次只收费50到100元 还曾经被霸王毅上工 也只收200元 有时候对方没付钱 还可以欠债 明显就是被嫖客欺负 女性女高中生被逮捕之后 竟然还谎称遭到轮流性侵 甚至想透过同学间口耳相传 以这样的理由在网路上合理卖身 让警方也摇头 不管是她的家人 还是学校的市长们 都非常尽心尽力在辅导 她也花了很多的心力 对此校方推说是 女学生观念行为偏差 老师已经介入辅导 务必将女学生拉回正轨 别让架子混淆的孩子 误入歧途 中文新闻阿高亚麦 吴宇轩台北采访报道 自负借 你去做了 我去做了 我去做了 我们去做了 谢谢大家